新竹市東寧宮前面的廣場 被滿滿70台的電動代步車塞得水洩不通 場面相當壯觀 這些電動代步車不是要賣 而是東寧宮要送給新竹市的弱勢族群 讓他們方便外出使用 因為我看到有那個產障 好像這一種 他沒有車用手段在弄 我才看到想到我們東寧宮 才買這個電動車給這個不方便的老人 看到這個老人家不方便 我們都做一點好事 因為他走路不方便 我們給他一部車 他就很高興 我們東寧宮地藏王菩薩 每年都是做這個好事 都有這個信徒來關這個香油錢 東寧宮常務監事張靜潔說 東寧宮的資源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一台電動代步車的價錢約三萬多元 雖然沒多少錢 但是仍然有很多民眾負擔不起 做這個工業就是出租於社會 用於這個社會 尤其電動車就是關心我們的社會比較欲小的 收入比較低的 還有殘障的 買不開電動車 所以說他們一出來 要出來就不方便了 我們為了考量到他們可以坐這個電動車 出來看看風景 跟朋友找朋友來交流 給他們的一些快樂 聽聞東寧宮要免費捐贈電動代步車 有超過一百多名的民眾來報名 因為70台不夠發 所以大家只能夠抽籤 有民眾說如果能夠抽到 真的會很開心 我有報名 我報名 15個 1到15個 我15號 報去了 阿伯如果抽到 你會不會很高興 高興 我真是高興 第一次抽 70台電動代步車總金額要價兩百多萬元 不过东宁公认为 这只是把社会捐助的善款 再拿出来给需要的民众而已 他们不光只是捐赠电动代步车 也捐赠医疗车 救护车 平时也发放爱心便当 急功好义 展现神明无时的爱心 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